大家好,又是我 這段影片講一下這份pre-test Chapter 4,5合併一起考,真的很難 而且這份也出得很激 很多概念在裏面,你當這份是最好的revision exercise 就最好了,所以你聽我說完 你會有些東西得著 第一條 第一條,難度不高 不過你要記得有條色 v-e加f等於2 這條有機會會 大概有印象,但會記錯 加減好,可能是-e,加e, -f,加f 這個其實是死背 不過你可以用少許 去幫助自己記憶 例如你一個cube 正常就不難數 你要數到它的vertex 即是有多少點 頂就有1,2,3,4 底就有1,2,3,4 所以vertex是8 而edge就是幾條線 我們都可以數的 上面的層有1,2,3,4 中間的層有1,2,3,4 底有1,2,3,4 所以total就有12 而faces就是幾條面 面就有6面 所以你用這個case 去幫助自己想想 到底有沒有想錯 加減好呢 就應該會容易去 換成你的記憶 因為如果你看到這個是 8-12加6 是2 可以確認一次自己有沒有記錯 就是v-e加f等於2 有個名字 就叫Euler's Formula refer到書的第四課最尾 都是很briefly的教一教 和考一些東西 第二條 非常非常難的題目 因為它有思考的很多 但正常如果你只看題目去做 你見到mean是6 median是6 應該就最簡單 找到一個relationship 就是x加y加z等於16 這個我也相信大家做得到 但你去到這個位置之後 你就會卡到離譜了 因為你有3個anone 其實你完全下不了手 以前我們做的事情 都是例如我找到x 我自然找到y 但今次3個都不知道的時候 在stat我們經常都會這樣考 因為你要多少想像力 即是說我要你list out所有possible cases 可能你就會這樣想 x加y加z是16 那可不可能是1、1、14加16 1、1、2、13 1、3、14 1、32 如此類推 你有很多很多個case 如果你在stat裡面 其實你要多些想這些方向 因為你很多時候都會根本計不到exact answer 但你需要全部list out 又不用 因為還有一個information 叫做medium is 6 also medium怎麼計呢 當然要先排一下次序 但x、y、z三個數 其實不是跟次序排的 所以我把有的東西先排一下 就是3、4、5、7、13 這些已經排完了 但x、y、z放在哪個位置呢 我們就要思考了 如果是要令到medium是6 有兩個可能性 因為total有8個數 要是你中間是5、7 要是6、6 基本上就沒有其他可能性 如果全部都是整數 因為positive integer 如果假設是6、6 這個case 我們其實需要的是 不止66 那麼簡單 你還要66 664 因為我加上要16 3個數加上要16 所以如果case1 我當它是664 會發生什麼事呢 你會得到那個list 就是3、4、4、5、6、6、7、13 在這個case中 其實中間的兩顆並不是6 所以我們就沒有可能得到medium是6 因為5加6除2 並不是medium是6 所以第一個case已經reject了 即是不可以是664 既然不可以是664 就只能夠是5加7除2 如果在這個case中 那怎樣才令到5加7除2 是medium呢 即是說5、7要是最中間的兩顆 那麼其他xyz怎樣塞好呢 那麼前面一定要塞一顆 才令到5是第四顆 後面呢 就要塞兩顆 才令到7是第五顆 所以x、y、z其中一顆在前面 其中兩顆在後面的時候呢 我又要得到加16 那就要思考下了 那麼注意啦 剛才我說的 其實不一定是塞在3前面 只不過是5或以前就可以了 那麼後面那兩顆也是7或以後 那麼假設如果後面呢 是最小都要7 那麼如果7、7的時候呢 那麼第一顆呢 就只能夠是2 所以這個case呢 叫做2、7、7 那麼是possible的 令到medium是6 那麼而第二個case呢 就會是 如果它不是7 是7、8的後面 那麼前面那顆呢 就只能夠是1 1、7、8 那麼你看到這兩個case加上3顆 都是等於16的 那麼所以就符合第一個條件 就是x加y加z等於16 那麼你兩個case呢 都分別去找一找 它的mode是多少 因為呢 就算是2顆7也好 1顆7也好 它加了去原本 3、4、5、73之後呢 最多都是7 所以mode 任何個case都是7 那麼答案就是c 這條呢 是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questions in this pre-test 好 到底三條呢 亦都是非常難度高的 因為呢 我會這樣explain mean呢 正常應該都會明白的 因為如果你一班人的平均分是100 那麼有一個剛剛是平均分的人呢 就算走了也好 它平均也一樣 是沒有變 我想1都不用太多解釋的 那你用數學去計算 當然都可以 那但我不免得寫這麼多step 好 第二個呢 就有點幻想的 因為很難 因為它有一個100 首先本身要有一個100 否則它的medium 都不會是100 那 本身 即它不能remove 100 所以本身一定要有一顆100 如果本身有一顆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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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兩顆100 那就要兩個中間 加上隨意 就令到medium100 或者最中間的一顆100 那我們要幻想一下 例如有什麼case 可能發生呢 例如中間的一顆100 如果我要remove了它之後呢 就會變成 中間的兩顆的平均了 即是本身medium是中間的一顆 現在remove了之後呢 就會變成兩顆 加上隨意 那它有沒有違反 min是100 這個條件呢 可以沒有的 因為其他的數字 任你tune 那麼我tune到 它原本的min是100 那就成功 所以在這個case 就原本medium100 變成 現在的新medium是100.5 那就有變 所以2是不一定對的 那第三個mode 應該容易理解的 因為本身的mode是100 但是現在少了一顆 那可能呢 就不再是唯一的mode 或者其實它已經不再是最多的 那所以呢 3是可以變的 那答案就是1 好 第四條呢 是很少少 不過都有點難 那它就給了一個min和mode 那它的落手點就是mode 因為你拿著mode 知道原來最多最多是14 那怎樣才令到最多是14呢 你observe到它本身 已經有2個5在 那要令到mode是唯一14 是5無分 因為它這樣說的意思 就是5並不是mode 那所以你起碼有2顆是14 即是XY都要是14 或者YZ 即是沒什麼所謂 我當它次序不重要 最多2顆是14 那我min是8呢 那你現在只剩下一個none 那你就可以把所有的加起來 之後除以9 9是怎樣的 你數回有幾個數 所以加起來除以9 對於8 那你就會計到 原來剩下 那有3個數字呢 就會是14 14和3 那你就會符合到min是8 和mode是14 那在這個case裡面呢 我要找一個median 怎樣找呢 那就要排次序 即是45567 那前面有一個是3 3 4 5 5 6 7 然後就會是 那又是 那又是 3 4 4 3 4 5 5 6 7 然後是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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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3 所以中間那顆 第5顆就是median 那就是6 那怎樣可以很快知道median 需要記9加1 除2 你懂得記就記 沒問題 那如果你想很快知道 你把9顆放在這裡 那你就前面有一半 後面有一半 後面有一半 中間劈中那顆 即是叫danding odd man out 那就是median 好 到第5條 這個都少了難的 要想很多東西 那就是min和median 都是14 那現在有兩個anone 那第一個可以做到的事情呢 就是看那個median 因為如果我是把所有數字順次序排 那其實現在只探了19 19並不是順次序排 那你把19放到後面 那我要的median是14 那就是我需要第幾顆 這裡總共有11個數字 那11呢 我們就可以分開頭5 尾5 中間第6顆就是median 那所以第6顆要是14 那怎樣才能做到呢 那你就會知道mn都要是大 才可以令到14是第6顆的 因為你現在重新排列一次 10是第1顆 12是第2顆 12是第3顆 第4顆這樣去 那我們要令到14是第6顆呢 那mn都要大於14顆 那19當然要放在後面 好 接著要min是14 那我們就會這樣看 把所有東西加完 124是怎樣來的呢 就是把10加12加12加13 這樣去加完 再加m再加n 再除11是14 那我們一樣 是得到一條式叫做m加n等於30 那其實跟前面的數很類似 就是你找不到mn的 但是你知道它加起來是30 那所以第3個option已經適合了先 m大於等於14 剛剛剛剛已經說了median 要令到它是14 所以mn都要大 那n小於等於16 是最多人會覺得不知道是不是 那因為呢 我要m加n是等於30 那所以我要幻想一下 其實mn都是大野的時候 那只能夠是14、16、15、15 或者是16、14 那你不會有其他可能性 因為如果m是17的時候 n就會小於14 那這個就是違反了前面的要求 那所以只有這3個case的話 那n小於等於16是對的 它不可以多於16的 好 到第6條 就反而是相對好一點 不過花時間 因為你要看4個句子 好 先看第一個 projection of the line AI 首先什麼叫做projection of一條線呢 答案都一定是一條線來的 因為一條線 有個太陽在上面射下來 那影子當然啦 都會是一條線 那AI射下來 A直照去地面 那就是B I直照去地面 就是J 那答案是BJ 所以A是對的 好 到B呢 就要和你溫一件事 我上課其實都強調 一個plane 其實有好多好多點的 但是它的名字叫做ABD 一個三角形 還有這個FCD 就會是一個三角形 好像完全沒有縫 沒有縫 是不是覺得 是啊 因為你這樣看 就真的做不到 但是我上課講過 一個plane 你叫它做FCD 也可以 你叫它做FCAD 即是說你可以用不同的名字 給它 那既然三點 我已經fix到plane 那不如我想多一點 令到自己好看一點 將這個FCD 變成這個叫做FCAD 變成FCAD 怎麼來的 因為我將這一塊面 是去做大塊 就是這一塊斜面 拉到A 因為它都是同一塊面 所以我將這個變成FACD 自然講的側角 而另一個紅色三角形一樣 A B D 其實它同時都會經過E點 即是我要的是A B E D 這塊面 所以我們下次見到 兩塊面好像沒有縫 沒有縫 你就跟它加一些新的點 令到它有縫 又縫 現在 由於兩條線 它有一個摺痕出現了 摺痕在哪裏呢 就是兩塊plane的重疊位置 即是AD 好像一本書對摺 那條摺痕就是AD 所以這隻角就是來自 分別兩個面 和摺痕的垂直線 即是Angle B A C 這隻角 也可以叫它用一個名字 叫做EDF 所以整塊面 其實任意一個位置 都是你想要的那隻角 不過呢 你看看有沒有名字 讓它叫 有時沒有這些Label 你寫不到 所以唯一你寫到的 是B A C 或者是EDF 所以B 就會是對的 到C 那C怎麼看呢 就是一個直線 和一塊面 形成的那隻角 那這些是考得最多的 所以你一定要認識 那我們怎樣看呢 3DSense很弱的我 每一次一定是AIM 看一樣東西 叫做PROJECTION 所以你見到 AI是一條直線 那你立刻想一下 它的PROJECTION 在哪個位置 I照下去 紅色這塊面 它的PROJECTION 在哪裏呢 就應該會是 ED的中間位 沒有Label的一個名字 不知什麼 不如給它名字 叫做P 現在 所以我要找到 直線和PROJECTION 和PROJECTION 之間的角度 我就會幻想一下 PROJECTION 叫做地下 P 就是Exactly I的下面 而A 就是 剛才說的 IA這條直線 碰著PROJECTION 碰著PROJECTION 就是A 所以它在問你 AI 和PROJECTION 的夾角 是什麼角 就是Angle IAP P 並不是D 所以 C 這個Option IAD 是錯的 應該是IAP 才對的 當然 這條圖 沒有P這一點 你只能夠說 它是 Incorrect 所以答案是C 我拍片 當然會說D 為什麼對 CD 這條線 一樣的 就是我要找一個PROJECTION 按紅色的Planes C 一個太陽 照到紅色的Planes 影子就會落到B 這個位置 就是Angle 就是Angle C.Boy 如果真的想不明白 畫一個平面圖出來 B 是一個PROJECTION C 是外面的一個點 而D 就是剛才你想找那條CD 那條線 你要那隻角 就叫Angle C.Boy 所以Doc 是對的 他問你Incorrect 看清楚題目 就是C MC 真的挺難 全班有一個同學都適合 恭喜他 其實通常都錯很多 希望你搞清楚所有概念 就算他到時怎樣考慮 在MC也好後面 什麼題目也好 你都會懂得回答 到第七條 就是關於一些畫圖 基本上問題不太大 有幾個同學 就可能忘記了這個次序 即是Front,Side,Top 就一定是F,S,T 這個次序 你知道的就是Front,Side要對齊高 而Front,Top 是要對齊 width 這一類題型叫做粒粒題 即是很多個正方體 如果這些叫粒粒題 每一個線段都要畫齊 即你不能只畫外層 要畫裡面的線 而第二個多錯 就是畫錯了Top 有個同學 可能以為用右邊的角度去看頂 你就會畫了類似這樣的東西出來 即你的Top 但有一個很好的checking 就是你看到其實Front 跟Front是不對齊 就一定錯了 你這個錯的原因 是因為你在另一個方向看的Top 我們怎樣看的Top 就是用Front 因為我們正面看的 就算你變成一隻鳥仔 你升了天空也好 你都是正面地看下去的 所以你看的Top 我現在在highlight那一點 就是左下角的位置 然後就右邊一顆 右邊兩顆 上面 還有這個位置 所以Top view 應該是橫躺在這裡 而不是打凍站在這裡 不要緊防到底 好吧 到了第八條 Write Down the edge ac оз Pad 這條挺難解釋的 不過你要是從跌 要看看他 таких文法 即是重疊 當接收之後 整 исследと finns B 就是那個相交點 而B A 和B C 就應該會接著同一條線 而B得分成 並mr Bard 就可以有多一點 bus 跟F是連結 得來的 所以要想像一下 F摘起之後 其實向上來了 不过我现在真的很难画给你看 所以H摘上去的时候 H和F应该会连成一点 而另一边的时候 摘两下 它都会上来 和F是重叠的 所以H和J都是答案 但我真的不知怎样教 你自己找一张字来摘一下 接下来到第九条 这种题目就重要了 如果我想问Planes of Reflection 你记得我上课画的Summary给大家 Planes of Reflection有两种 第一种叫做中间砍一刀 砍下去两半 这种就有三块面 我们叫这种做Type 1 第二种切法就是一个三角形的切法 即是两个对加的Edge 切出来就会是两个三角形的 这个就会有六块面 加起来就是九块面 这就是Part A的答案 Part B就是最难最难 很多人都不懂 如果我问你就是Number of Plane 当然你可能会数或是背 但我现在要考虑你 就是知道经过Point A有多少条 由于我们如果分析过 知道每一个Edge 它对应都会有一个对加的Edge 刚才好像Type 2那种 所以AD会对应对加一条 你会有一个Plane 而AF 也会对应 例如HC 就会画到第二个 AB 就会对着EH 这三个Plane都可以画出来 所以答案就要 list out 这四个名字 那个次序不能调转 因为你要画到一个长方形 就应该要顺次序 A.H A.H.G 不要A.G.H 就不行 A.H.G 才可以画到一个长方形 这条是难的 你要画完三个 才有一分 到第三个Part C 应该很简单 如果这条 你真的想不到 就要记住这个Type 就可以了 这个Type 就是角对角最远的一条线 这种就是Rotation 就是重叠三次 所以叫做Order of Rotational Symmetry 就是3 而D 就是中间点 对中间点 这个是我Summary 里面的Type 3 就是 只有两个 order 即是两个fold 所以Q去P 这种答案就是2 Order 2 然后到Part E 它就说 有一条Axis 会经过M M是一个Center of the Face 所以这条就是中间一刀 一支东西 就是四个Rotational Symmetry 的四fold 正方形 会重叠四次 3 2 4 这是最简单的 到Part F How many Axes of Rotational Symmetry of Order 2 记住不要死背 如果你背了13 可能你就乱记记错 Order 2的意思 就是QP 这种 这种就是每一个Edge的Midpoint 对应对一个Edge的Midpoint 所以你可以数到 因为Total有12条Edge 而每一个Axis 都会用到2个Edge的Midpoint 所以12除以就是6 好 继续到第10条 都是很普通的题目 这次问10A 问你Planes of Reflection 但它就要你Containing E 要很小心E在哪一条线 或者它在哪一条位置 或者它在哪一条位置 它是一个Midpoint 所以第一个Cut法 就是AB 然后连去J 这个中间点 所以我说过 Tetrahedron 其实它是每一个Edge 再连去对面的中间点 就是中间一半 除此之外 其实还有一块面也会连接E 就是E是AB的Midpoint 所以它对着另一条Edge 即CD 一个Opposite Edge 它也会是Cut到刚好一半 3Dsense 不太好 其实就未必看得到如何画 不过你可以想像 每一个Planes 都是一个Midpoint of Edge 对应对面的一个Vertex 所以这样去思考就会更容易 好 接着到Part B 基本上这些就是Type 2 我上课的Summary都教了 这个叫Midpoint 对Midpoint 就是Order 2 即是你沿着这条线转 其实就重叠两次 好 然后到Part C 这一条就是最容易想的 哪一条是Part C 即可以由顶的一条 通到底的中间点 再落地下 三角形 所以自然就Order 3 这个也是简单的 接着就问你Axs of Rotational Symmetry Total的一条 我已经说过了 就是我们有两款 就是Type 1 就是一个顶去落底的 就是这一种 对应每一个Vertex都会有一条 所以就是Type 1 就是有四条 而Type 2 就是那个Midpoint 对Midpoint 一个Tatrahedron 就会有六个Edge 所以就应该会有三条 这样的线 4加3就是7 就是Total Number of Axes 好了 到第十一条 舒服一点点 希望这类题目你能做得到 现在有12个人 就有60kg的Min 这个技巧就要知道 就是如果你有Total 找个Min 就是除12 但今次有个Min 找回Total 你就可以用12乘60 对 12乘60 这个是原本的12个人 加上多重 现在要少了个人 Escluded 就是要学英文字 即是不计 或者那个人走了 你当是 那Min 就会多了 那是什么意思呢 即是说 本身720kg 现在就走了一个人 就要减回X 然后人造也会少一个 所以就会超过11 所以看到列色就是这样 但很多行为被我扣一分 为什么呢 我整天都抓你的Present 上一课明明做得这么好 这课突然之间又回到原本 所以大家的旧习惯就不好 所有这些Present 我会要求都是Unit 是一个led statement 然后 X等于49 你千万不要写KG 我不要 然后你回答它 就写49 我说了n 那么多次了 到第12条 这些都是相对的问题 因为给了一个Mode 负1 自然X一定要负1 否则它不会有三个负1 那Mode就不是 所以X只能负1 既然知道X是负1 那全部的数字都齐了 那我们就很容易找到那些Mode 最好排下次序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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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只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加上 它 负数照加 那就是9 over 7 同学会写1.29 不好意思 正常人应该要写分数 为什麽1.29 就是计算机都不用用 9 over 7 就做完 1.29 是一个叫correct to 3sg 但是如果你不写correct to 3sg 1.29是不对的 就是1.2 嘟嘟嘟嘟嘟 所以你不写correct to 3sg 是直接错 寫correct to 3sg 我也不喜欢 只不过都会给你对的意思 到passed median 7粒数字 用中间第4粒做median 都不用解释 到passed 这个要观察一下 如果你观察不到 重新计过 因为x是负1 但如果你观察到 其实可以很smart地做这条 因为每一个数字 对应下来 都是乘大了2倍 就是负1又变负2 3又变6 就乘大了2倍 所以mode 都会由负1变成负2 就是乘大了2倍 这个也不用计数 十二条都多人对的 去到第十三条 直接送分 如果你拿不到6分 就真的惨惨 ABC起码送的 如果ABC拿不到 就重新问一下自己 是否真的不明白 min,mode,median,min 全部加起来 除8 小心点就可以了 median 排次序 2,4,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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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所以中间的两个 加起来除2 即是8加8除2 就是8 mode也是8 这个也不用想了 好到D1 就开始有人错了 因为这些其实很难的 他问你 maximum possible value 和minimum possible value 这个就是我上课经常说 你要多一点想像 因为你其实不是很计算 他说一旦有两个新的data 就变成total有10个data 那如何找到maximum medium maximum medium 你就要幻想一下 其实那两个新的可以是什么 其实新的是你无限的想像 你喜欢可以放100 100都可以 即是没有要求 没有任何限制 如果我放到这样的情况 那median 它会尽量退前 当两个都在后面 现在10个数字 新的median 我们就会拿第5和第6 这个就是8 即是这个已经拿到最尽的数字 如果我新的两个data 是放在前面 据个例子 放11 现在新的median 就会拿第5和第6个 即是6加8取2就是7 难想像的 但你就幻想一下不同的情况 即是最extreme 放在最前 以及放在最后 当然有些中容之道都有的 但他问maximum minimum 一定是拿到最尽的 一个就拿最前 一个拿最后 刚才说错了 刚才maximum 应该是拿最后的 Anyway 你都要想像 最尽的情况 应该会做得到d1d2 而d3的min就是10 那什么意思呢 min of the two new data 这些位置 我这次没有要你写step 那你就听着 如果我真的要你计 其实你要写step 给我的 如果min of the two new data 是10 意思是新的两个 就是10乘2 的total 其实它可能是9加11 可能是8加12 我不知道 总之它min是10 那两个人加起来就是20 而旧的8个呢 min呢 是7 刚刚计算了 旧的8个是7 所以我们其实呢 不用做加的 只设8乘7 就可以了 这个是old total 旧的8个加起来 新的2个 加起来10个人的new mean 就是7点6 这条也不算很难 好 接着这条搞定 后面的第14条 可能有少少难 像part c part a part b 理论上都要懂 就是每个数字都做同一样 就是乘3 那就是3k 每个数字都是先乘-3 然后再加4 那就是4-3k 所以a b 都比较多人做到 但是c呢 就很少人做到 因为呢 你要想像一下 如果我就这样 4a 4b 4c 4d 就很多人都知道 其实是4k 正常人都懂的 但是4k呢 是个min 即是说 这4个数的min就是4k 但现在再多2个0 会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 这4k 就只有4个的 就是这个min 所以min乘4就是这4个合成的total 那我min等于4k 所以4k乘4就是total value 然后你喜欢就写加0加0 其实正常我都不用写加0 因为加0就是没有东西 所以你把这个数字再除6 就是你的答案 即是16k over 6 但是很多人都写4k over 6 就是你忘记了 原来头4个是min4k 但是要再乘4才对 但是16k over 6 sorry 我也是不给分你的 因为你是要逆选 所有最终的答案 好 那这一条都可以解决 所以我们的change of value 你都应该可以解决 好 到第15条 这条都是考你一些unit 以及class mark 那些东西 那我好不开心 刚刚做了两天 我才赞完大家 modal class 没什么人错 但是今天 过了两天 又好像重新学过 又是什么都不懂 全笔好像少 10个人懂得写 45分至59分 其实很基本的要求 就是不懂的 提起题目就知道了 题目都这么写 15分至29分 即是你跟风 学都学不到 真的有点失望 那怎么知道它是最多 modal class的意思 即是最长的一条bar 44.5至59.5 是不正确的 因为这个我们叫class boundary 那 boundary不是class 那class interval呢 我给了你 15至29 第二格自然是30min至44min 第三格自然是45min至59min 那你如此都可以推荐到所有class boundary class interval 那我们就回答有unit的答案 45-59min 到part B 我写就写得这么清楚 你正常是不需要写这句 你只要在你的答案里面 就写清楚 title min daily time span 然后呢 你直接用那些数字 就可以了 即是22-37 你都不需要显示得很清楚 你如何计算它出来 那这堆数字 其实就是两个数 加上随意 你就会找到 那这条也不算太少人 不过都是那些 不知为何隔了一几天 就完全忘记了unit 曾经做得很好 我都不知大家为何隔了一几天 还是基本上没什么注意到呢 或者你的分数太高 想施捨 即是想好几分比我都不奇怪 那到第16条了 这条也是我们可能要多东西 要思考的地方 例如part A median 4.5 这个概念也考过很多很多次了 即是如果你看到 Number of working hours 正常呢 45678 如何才能做到4.5 因为median是中间两个 加上随意2 所以你要做到4.5 只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有一半人少于4 一半人多于5 你才可以令到中间两个窄界的人 就是一个4一个5 才产生median 4.5 所以你就会得到一条式 叫做x 即是一半 7加7加7 亦都是一半 那你就会出到 x等于21加y 平时这条式 你什么都算不到 因为y可以是1 可以是2 可以是3 但在Stack里面 我们就想像一下 就算y是什么都好 x永远都是最大的数 例如y是1 x是22 y是2 x是23 最多 那既然最多 那Mode 当然就是4 因为Mode 不是在问X 是在问Working Hours 好了 搞定了这个 到Part B Mode is 7 那什么是Mode is 7 即是Y 是最多的数字 我想强调一点 因為Part A和Part B 是无关的 Part A说 If 就是The Median 那在Part B 那里面 没有了这个条件 就是Part A做完了 所以就只考虑Mode is 7 Mode is 7 Mode is 7 即是Y 会大过其他 at least 都会大过7 最少8 但如果8 如果8 由于X 它没有限制 所以你要想像一下 不同的情况 会是怎么样 我这里就给了几个例子 但实际上 当然不止这一堆 我只需要知道Y大过7 那X可以是7 8 9 10 11 12 什么都可以 知道它小过Y 就行了 OK 例如Y等于8 那X如果拿到最准 就是7 那么大 那你就会幻想到 其实Median 会是6 因为YX比较近 就是两个数字 那这个Case 就会出到7 7 7 8 7 那么Mode 是7 那中间位在哪里呢 加上它是36个 那中间是18 19 18 19 都会在6 所以Median 是6 那这个自然是不难想的 但是我也要幻想 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那要做到其他的Median 那我们试试 那我们试试 X尽量拿到最小 这个挺难想的 就是会变成177 87 那这个Case 就刚刚177 就加上15 而8加7 就加上15 所以当你想的时候 有多少可能性呢 就想一下 有没有办法令到 就是Median 刚刚是窄界位的 而今次是可以做到的 那有没有其他可能性呢 其实某程度上 不止这个Case 例如X是2 Y是9 都可以的 也会出到一半半 那只要你想像一下 就知道 Median 可以在窄界位的 就是刚刚6.5 那这个就是第二个可能性 6 6.5都可以 那还有没有可能性呢 没有人说 Y一定是8 那如果Y 去到超级大 那自然中间位 就一定是7 因为X 假设是正常数字 其实是2 3 4 都可以 总之你最多最多人 集中在中间位 那自然Median 就是7 所以6 6.57都可以 那我们就想像完所有的possible cases 那就到第17条 这条反而是送分 不过Present 真的不太好 有一个很神奇的现象 不知道为什么呢 有部分人 就当了个Waiting Total是10 不知怎样 到底你是偷看了隔壁 还是怎样 还是你觉得一定是10分 但是不是的 没有人说过 Y可以是5 6 7 都可以的 所以你不可以 Assume了Total是10分 这是错的 那当然刚刚答案是 所以我都给不了分 所以答案是对的 那怎么计法呢 我份母 就会是3加4加Y 就是Total就是这么多份 那在Solve的过程 不算太难 只不过把份母 承过去对面 然后记得 Bracket 7加Y 都是插Bracket 再调位 这些大家都在Solving 都没什么问题了 那你计算完 那3才知道真的是10分 那 PartB 问你哪个Better Performance 记得 Present上有几个要求 一定要写得清楚 Weighted Mean of May 这些字任何扭一个都不行 因为你没有Title 我都不知道你在计算什么 就是你一定要讲得清楚 那Title 跟着等于 这些都是很多同学都跟不到的地方 然后计算 计算是没问题的 计算到6.7 然后呢 有一个位一定不能扭 叫做Comparison 在9P上其实也计算得不错 那我看一看而已 那在Comparison里 一定要表现到 到底你是比较哪个数字呢 是6.7和6.9比较的 那有些同学不喜欢我这样写 没所谓 你可以开一行 叫做6.7 小过6.9 所以Kate gave a better performance 那都可以的 那这条呢相对送分的 所以Weighted Mean 这些呢 不要不做了 开到第18条 也有很多人做到的 那这个呢 是怎样做呢 和我之前的一份Quiz很类似 给了一个Min 给了一个Min 即是代表了两个资料 两个资料 我尽量把它写出来 Min是6.4 这个不算太难写的 只不过你将所有东西 乘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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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只是相对要逆渐乘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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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會得到另一條式 X等於10-Y 現在拿著有兩條式 用gradeA教你的技巧 用1式代入2式 即是0.6乘以10-Y 只剩下一個人都計算到Y 自然你都會計算到X 大致上是當時計算過程 gradeA時候教的 接著到B 由於你都找到XY 就是55 如果你找完XY 要做一個B就不難 那你是45678 不過有些人會fake到 即是2 3 5 5 5 那些傻仔會答5 是不這樣計算的 Mode的意思是 最多staff的hours 即是多少呢 原來6 7 8齊名 各有5個 所以你的答案就是6 7 8 好 這一段很長的影片都說了 希望你抽回你想聽的東西 這段影片是幫到你找書的 那有沒有什麼特別的題目 我們書好做呢 其實就不多了 即是你做一下3D的exercise 因為沒什麼step寫的 其實最重要的是 找回所有的quiz 找回我的pre-test 其實我就覺得很夠了 那最後你要記的 記回我的whitebook的summary 即是所有那些3D figure 那些多少axis of symmetry axis of rotation symmetry 那些東西 那些都記完了 祝大家好運 OK 拜拜 拜拜